Hello,大家好,隊長Will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看到下面,恭喜發財 今年是我們踏入龍年第一次行山 知不知道這裡是哪裏? 是宮河新溪 是宮河新溪 知不知道這裡是哪裏? 元朗 他不知道,但想戴上電話 我們身處在元朗的水尾村 今天行甚麼呢? 這裡就是水尾村 後面那座就是雞公嶺 今天我們行雞公嶺 過年第一座山 為甚麼行雞公嶺 知不知道為甚麼? 精心選擇我 原因是雞公嶺是個很有氣勢的山 希望大家今年輸人輸陣 第一件事最有氣勢 擺出來的台形好像座山那樣 看得的,打得的 我們今天進來出發 走到營盆那邊的位置 全程大概有七公里左右 走到上山的位置 先說我們怎樣來到水尾村這個位置 我們在元朗鳳琴街的小巴站 即是看管隊出的位置 坐這個601的小巴 來到總站下車就可以了 而下了小巴之後 我們一直沿著池塘向前走 直走到這個水尾路的分岔路口 有個水尾村351號排的方向 這裡我們轉進來這個位置 沿著北圍村路走 好 一走到路口已經看到整座的雞公嶺 齊齊齊齊排在我們前面 看到我們要上去上面嗎 我們要上去上面 然後打橫掃過去 是不是很棒呢 為甚麼要打橫掃過去 我們要走過那邊 不是上完約落嗎 今年的新年是比預期好天氣的 之前天文台預告說會冷 一般的好天 但結果是藍天白雲日子 差不多每天都是 而好壞不壞呢 我在這個年初一 去到年初四 那就是年初五 病足了四天 現在聲音都萌萌的 看著大家的白燈打卡照 每天去這個山頭 藍天白雲拍照 我自己又出不到門 我死下死下 手軟腳軟的 是相當之無癮的 所以身體健康是很重要的 就是希望大家今年 都陽陽順順利利 身體健康 走得走得 這樣才有樂趣的 如果不是經常死下死下 就是給你多多錢都沒用 OK 看一個很棒的雞公嶺 這個位置 已經又開陽灣少少了 看看還有一些 鐵皮屋 襯托一下 聽不聽雀仔聲嗎 經理人說好可愛 他說感覺像有魚塘在前面 我也覺得有少少似 不可能這個鐵皮遮住了 我們就看不到 出品是不是魚塘 其實我們先分岔路 左邊好像大路 右邊好像是小路 但都是沿著右邊走的 右轉沒樓會看到仙人無穴 直望看到一條路 遠處還看到仙人無穴 沿著一條路直走就OK了 轉來回這個路口位置 前面看到一個在玩花式的遙控飛機 我們在這個位置要開始上山了 不要直去 左右兩邊有六 看不見到一個告示牌 我們沿著左邊走 看到木告示牌 看到後面的雞公嶺 這個位置我們開始進入山徑 雖然飛機摔一下摔一下 但我想我身處的位置都安全 看到地圖 例牌動作 拍一拍 看一看 看一看 先描述一下距離位置 由剛才的起步位置 來到身處位置 大概是一公里左右 由這一公里的距離 開始上山上的零隻 即我們上到上面的頂位位置 大概是1.9公里左右 經理人 描述一下你現在的體感感覺 溫度感覺如何 比夏天更熱 真的比夏天更熱 這個雞公山夏天 真的千萬不要碰它 除非你很健康 你玩比賽 體能好的朋友 但現在比夏天更熱 否則會很容易出事 坦白說 我們這些做開運動 玩比賽的人 夏天無故都不會上這個雞公嶺 因為太開揚了 是沒有遮擋的 行夜山零雞 下樓機 否則會走得很辛苦 要挑天氣來走 也引證一件事 如果香港白燈的朋友 你是未走這個雞公嶺 看著時間來做人 越遲就越難走 這些山 OK 自己一一一時間 分開路 轉左轉右 兩邊的絲帶 走哪邊 實在太浪費了 看完地圖 搭都不搭 我就走到右手邊 沒錯 這個位置是右手邊 好了 左手邊之後 繼續在平衡的山徑 這麼熱的天 你走山 第一件事最重要是 保持慢慢走的速度 這樣才不會那麼容易出事 慢慢走的時間 我們說一說 這次我們選擇到水尾村出發 大部分人走雞公山 包括我頭一兩條片 都是沿著馮吉香路出發 好處是掃了整排的雞公山 由左到右掃了過去 但是 不好處是 那裡起步就比較麻煩一點 而且上得也挺急的 好 走走走走走 要留意一下分之路 這個位置我們要轉右 直去 上不到我們要走的路 OK 轉進來之後 看到有些 是否芒草 一點點像 看真的 是白茅 不是芒草 OK 繼續上吧 白茅對下 有些鮮人的無穴 可以靚度 看回過去的雞公嶺 看 我覺得這個位置 每段山景都有好處 是否好處 沿著左手邊 掃到右手邊 好處當然是掃到 在雞公嶺上 各個的山頭起起伏伏 而不好處就是 上去就看不到這邊 這個山勢的美景 現在沿著這邊上 就可以看到一個 很美的 雞公嶺的山勢 而另一個有關 雞公嶺的趣事 就是關於香港白燈打卡 有很多山頭的打卡位 很多人疑問 哪個位才是 雞公嶺 就是其中一個 多人問的地方 為什麼 上到一個小山坡的頂位 有個先人墓越之後 再看過去後面的雞公嶺 OK 我們要下去 那雞公嶺再上去 整條山徑很清楚 沒有米老子數 一直走上去就是 這段落到雞公嶺 有些浮沙水石 初階的朋友 就會覺得難少少 不是難少少 你又有評價 是怎樣 我還沒關機的 你有話好說 你準備關機了 既然他不給評價的話 就給畫面大家 咦 有常滑梯玩 沒有 我是站在那裡的 OK 剛才他說 逼不得已的時間 最多坐下去 暫時還沒用 OK 不要理他了 我們繼續走 我們前面要走的路 小心點 慢慢走 如果要對行山像的話 撐住下去 沒問題 我會先看鏡頭 我已經離開斜路一段時間 他還在斜路上面 不過應該走完了 曬到 現在大家看到 手上的汗珠 剛剛開始滲出來 這位置看上去 是有段多斜 你看看前面 看看斜不斜 好 在這位置 休息了三幾分鐘 繼續走 直走 上到頂 這段路大概還有一公里 攀升三百多 應該是今天全日 咦 剛剛騰騰騰騰騰 這段應該是今天 最崎嶇 最難的一段 上到頂位之後 打橫蓋 這個大羅天 相對容易走很多 為什麼我堅持著這條路 你喜歡就先走 你又快不到我 超斜 然後在PK 沒關係 和我鬥快 我不是和我鬥快 路況多麼崎嶇 我隔壁想超車 我是一下子衝散去 如果不是我會不會 知道 沒辦法站穩 那一隻 是吧 這裏很閃閃的 小心點 這裏有少少 吵架的 被伸手捧 上了一層 頂位 回望鏡頭 已經上來了 OK 應該剛走過 是這樣的 回望左邊 今天我們過了 沒有走過那一段 雞公禮段 第一時間拿回 它上來 前面的山坡很漂亮 好像很圓圓圓圓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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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搶太快 越熱越慢慢走 回望鏡頭 剛剛的情侶 終於下來了 剛才這裏 走得很辛苦 好美 這裏真是 好熱 你怎麼坐下了 跌下了 不是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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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就休息一下 這裏不曬 沒辦法 一不曬 就舒服 但是天色 差了一點 剛剛藍天白 很美的畫面 我們還要捱著曬 現在是很舒服 我也要先休息一下 找個位置 這裏很棒 我們一坐在這裏 的位置大概是 上了零隻的頂 還有六七百米多 零隻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 起起伏伏的山幼 上了一條山徑 我們通常叫做龍隻 我們上了之後 其實就很可怕 很多 在山頂上 雖然上水落落 但是由低至高 攀城這麼厲害 這個位置 現在很好風 非常之涼快 我剛才上來的時間 跟經理人說 我們之前上了富士山 臨上到頂 就是去到 由九峽木上到頂 那段大概 一路離到距離的路段 剛才在一公里大廈 看上去的頂 那個感覺 有點像 有點像 如果你去過富士山 一條線上去的話 你試試走一下 你可能會找到 這樣的感覺 你可以 看上去的斜道 那個景觀 感覺是挺像的 沒去過的 可以來這裡 喝喝喝都可以 OK 看到了嗎 我又不覺得難 藍天白雲 這邊應該 你需要試一下嗎 不想 我覺得上去就OK 這個藍天白雲帶 雖然是清清涼涼 但有個烏雲遮住了 所以才舒服 很可愛 他喜歡烏雲 你知不知道他剛剛 真的曬到我呢 也不是一條老藍 現在這樣是OK的 你們這張照片相當不錯 鏡頭前這個畫面就正了 拍到藍天白雲帶 夠黑雲在我們頭上遮住了 變成他走得舒服 但拍出來畫面又漂亮 還看到藍天 還可以 還可以 既然這麼棒 這一刻 再給大家幾秒 再給大家 哇 很爽 很爽 這刻真的很爽 剛才前面問 為甚麼情人寺要行山 他說 剛才情人寺走得很生氣 很生氣 很生氣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情人寺行山是很福氣 知不知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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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們現在在視目 一來 兩邊都有路 自然之餘之後 選左邊 左邊 沒有那麼邪 左邊是這樣的 船頭同歸的路 好 遲點小姐問我 是不是有爬過潛力座山 哈哈 其實是一堆石堆來 想多了 OK 幾步路就過去了 好漂亮 這個藍天位置 怎麼了 腳太短過不了 不是 有太陽 有太陽 好啦 又近了頂位置 為止時間 又來回望鏡頭 剛剛走過的路 超棒 一條直線上來 沒甚麼特別 經歷了 沒甚麼難度 難在於天氣 而看回我們九五小時方向 那條路就是 如果由左到右 就是沿著山 走上去 好漂亮 360度鏡頭 看到嗎 陽光其實挺漂亮 不過烏雲遮了 畫面就差一點點了 最後一個鏡頭 拍下我們左手的山者 上去就未必拍得到 前面的路 頂位 右手邊 羅天頂 大羅天那邊方向 沒了烏雲就漂亮很多了 天色 好漂亮 繼續掃過 還叫大帽山頂 還叫大帽山頂 頂位之前 看到一堆很有趣的石堆 我底堆石堆 先休息一下 放下飛機 謝謝 來電視 nút 媽 謝謝 高鐺 謝謝 多mis 大門 小 films 小速試圖 雖然 一堆 大門 連過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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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覺得更像古靈精卦的名字 考究我就不用它了 在這裏上來不算太難 剛才驚人都說天氣的影響 幾乎是十倍以上的難 甚麼十倍以上? 有太陽加華蘭十倍 甚麼時候都是 不算太崎嶇 有一兩段浮沙碎石 上來見到很漂亮的深圳柳景 我們沿著右邊就掃過去幾座山頂 首先是大羅天頂和龍潭山 I still dream about the days when we were young I'll take a hit and still finish in one Yeah yeah Limory plane isn't that too far away from my roots Yeah yeah The ones we keep close we should never let go So tell me who you love baby 好,轉了一望就是今天第一次的標高柱 大羅天 原來是放在西雞 喂,不休息了 喂,OK 大羅天的位置 三角網測站是寫雞公嶺 所以有朋友都會用這張柱打卡 都沒有口罪 不知道都寫了個名字 這個雞公嶺可以有幾個頂位 三角網測站也不代表是最高位 一向都這樣說 就是這樣 好了,我們離開這個樓頂天位置 只有三角網測站寫著雞公嶺 那個頂的位置之後 經來林叔叔 他問是否可以跨過去不上頂 大家看見他旁邊的路 我們當然不會做這麼消極的事 右頂上頂,見頂上頂 好啦,上到來真正最高的頂位 對啦,羅天頂 這個位置是沒有三角網測站的 他們拍照打卡,就可以了 不過在剛才雞公嶺的位置打卡 都不能說你坐的 無所謂啦 都認數的 兩者都不想走太遠 OK,離開這個位置 差不多去到我們今天行程裡 最後一個頂峰 龍潭山 龍潭山的頂 你走過很多次 特地拍片 拍過一次 那次是橫崩上去的 在左手邊的下斜村 一直堆上來的龍潭山 再到右手邊的牛潭山 那條影片的名字 好像叫做獨廠龍潭湯雞公 有人再去看 這個就是龍潭山的頂位 所以說在左手邊上來 即我現在的右手邊 看下去就是下斜村的哪個方向 看到很多釣車的位置 上來之後 在對頭方向 在對頭方向 這一堆的 芒草還是白茅中間 這些路上去 這條路是很直的 這條路 這邊也有路 過回到這個 牛潭山 然後可以過回麒麟山 那邊 好天都會幾斜 下雨天 算到PK那隻 來的 有興趣去看一條影片 我們今天就走 正頭正龍潭山 這段龍潭山的距離 大概是兩公里鬆一點 又不算很難的 大概我在這段影片裡 都拍了 我應該最少兩次了 對呀 前面嘟嘟嘟嘟嘟嘟 直到那邊就是 這一段的距離山 基本上 沒有好處 而且缺點就是 零數音次數 基本上 沒有火車遮掩頭 另一個好處就是 路線是很清晰的 基本上 沒什麼可能圍路 另一個好處 當然是風景頂 另一個好處 另一頓 一定猶豫 想跳 選哪一條比較好 好嗎 差不多了 上邊 怎樣 我們是不是這個這個這個 那裡 你走下去就知道 你前面沒有分差路 你停一看而已 是不是你也要走的 大概還有K半距離 對呀 有個K半距離 我打給你 K半距離 我打給你 這個位 剛剛經歷了 好像很危險 請問有多危險 不知道 你看到有塊石 在石旁邊 OK 這裏大概有K半距離 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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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前面有山坡 有嗎 是呀 不能 你先按一下 你指著 一個一個要掃過去的其中一個 現在印證給你看 你真的要掃過去 前面這個山風仔 嗨聲嘆氣 你要不要這樣 快到底 但是這條路要上 我們上次和媽仔都是這樣經過這裏 你剛才醒起 他很醒啊 他記得他和媽仔走過這段路 我們那次是對頭方向上來的 上來的時候還要是突然雷暴警告 中途我們又停一停 等一等 再決定上不上 應該都跨過了這段 跨過了這個位 是 我們這個位上上落落兩次 是嗎 那你也記得這麼厲害 因為深刻 還有氣力 可以扔上去 來到開陽的頂位 左兩邊好像有路 畜徒同歸 走外面那條開陽少少 好了 看到這個路牌的出現 這個路牌好像告訴你不准駕車上來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為前路危險 你反過來看一看 你說不真的 是嗎 這邊 猛柄 不是啊 不讓市家車和電單車走 我在說這個 你對 OK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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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路十分艱辛 很艱辛 艱辛的那些你走了 她是說你下來 她是給上山人看 不是給下山人看 開始入客了 我們要加快腳步 我不想開頭燈 告示牌之後的路段是這樣的 不確定的分支路 不如你拿電話出去看看 我不敢說樹徒同歸 方向有這麼大出入 你的車是叫我去走這邊 那你就跟著出去吧 走吧 走吧 走兩步再看看是否跟著動 看方向也是的 下面的營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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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穩陣點我再看看 左邊也是OK的 不過落遠一點 去到朝勁的身為那邊的方向 不是我走慣的路 我習慣了沿著右手邊 這條山勁著到營盤那邊 就完結這段的路段 所以今天也是挑選右手邊這邊 落底這段有些意外驚喜 有些頗漂亮的白馬 穿過白馬之後 最後二百米左右的落山路段 落樓梯路 落回來這個雜水區位置 有條沖氣的水閘 來到這裡 走出馬路就乘巴士下班 路況難不難 不如交給你品評一下 經理人 難不難這條路 你有力氣 你有不滑的鞋是OK的 又想說些兜底的廢話 簡單來說 鞋不滑 又不要太曬 又走得下就OK了 是否意思 是啊 太餓了 不算太難的 真心的 剛才總括了 天熱的時候會好 迷路指數不高 路況清晰 慢慢熬上去就OK了 剛才說到 過年之後第一條片 選擇這個雞公嶺 原因是因為它夠氣勢 希望大家來的一年都要 好像更衣 那麼有氣勢 就算裡面是甚麼情況都好 走出來都有一些抬型 嚇得下人 這樣才OK 與此同時 今天是情人節 我們走進來行山 剛才經理人說 不知為何情人節要行山 我可以給個答案大家 即是當你去到七老八十的時間 你才會發覺原來你還可以 情人節行山的時間 是很值得珍惜的日子來的 走我們 我還以為最多省金錢的 車錢現在都很貴 不過當你去到六十歲以上 可能兩元乘車可以 記住 可以一起行山 一起走過高山低谷 天梯都是這樣來的 這首歌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不是每個想做都做得到的 希望大家都有心有力 我希望看到那個女兒就黑了臉 她今時今黑了臉 她一回想就覺得很甜蜜 OK 她們不明白了 人生經歷未夠 過多幾年就會明白了 好 希望大家會明白 分享到來致 記得訂閱頻道 分享給你出行山家的朋友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